2008年8月8号,当全球都沉浸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带来的大国震撼时,格鲁吉亚区无视奥运精神,在8号凌晨,特然对南澳赛地展开了全面的军事行动。 不到一天的时间内,便迅速击败南澳赛地军队,并包围了南澳赛地的首府,自信瓦利。 一个俄军违和士兵得知开战的消息,为了救出自己在边境线上的家人,急忙朝着前方的坦克亮出自己的违和标志。 连和对方看到他的帽子之后,反而变本加厉地将炮口对准了这名士兵,一发炮弹,便将士兵一家给当场击杀。 只有在院中还没来得及上车的男孩卓木,侥幸躲过了一劫,卓木是俄军士兵的儿子。 他的母亲一听到开战的消息,便不顾危险从莫斯科飞过来,坐上了去往南澳的大巴。 连和这个大巴刚刚走出隧道,便同时遭遇了格鲁吉亚军队的空袭,坐在大巴前方的司机和乘客全部死亡。 只有包括琢木母亲西沙在内的几个后排乘客,侥幸活了下来。 这么惊险的一幕,让从小生活在莫斯科的西沙更加坚定了要将儿子带出来的决定。 他不顾俄军的劝解,跟着他们到了南澳。 随后西沙一下车,便再次看到了上空不断袭来的火箭炮。 他下意识地进入国会大厦躲避,连和却没想到对方的袭击目标,就是他头顶的国会大厦。 西沙这边脚步都还没站稳,眼前的书柜便在顷刻间被轰得稀碎。 又一发炮弹投下时,整个国会大厦地动山摇,一整个墙壁在西沙面前忽然倒塌,连带着下楼的楼梯也开始摇摇欲坠。 与此同时,俄罗斯方面召开了紧急会议,赶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发动战争,简直是上赶着找死。 此时,带着无数勋章的俄罗斯将军已经开始活动筋骨,近来都是和平年代,这种大规模的袭击很久没遇到,可不是给了他一个大展身手的好机会。 对于南奥赛地的统治权,俄防那是势在必得。 这次,哥鲁吉亚的军事行动来得突然,在开战的短短20小时内,便迅速击败南奥赛地的军队,开始围攻守府,自信瓦力。 可能是胜利的快感太过强烈,也可能是太相信华盛顿方面给的承诺。 攻下南奥赛地之后,哥鲁吉亚竟然公开开始袭击,驻扎在此的俄罗斯维和部队。 也不想想自己总共现役军队成员也才2万多人,军事装备也只有128辆坦克和9架战斗机。 认识看来这都是被美国爸爸的猪油给蒙新了,就这种势力在俄防跟前那都不够看。 俄军事出了名的战斗民族,那打起来可不是跟你在这儿过家家。 西沙此时刚刚被救到了一所当地的难民营,此时他也终于拨通了儿子的电话。 卓木告诉西沙,父亲已经被怪物杀了,爷爷奶奶也死了,奈何话还没说几句话。 卓木便突然看到了外面再次袭来的坦克,他顾不得电话,转身便拼命地往回跑。 听到卓木无助的声音,西沙想往战区拒救儿子,可他一个拼命根本进不去,只有战地记者才会被放行。 于是,他借着和记者合影的幌子,偷偷爬到俄罗斯电视台的车上,偷了一个记者证。 拿到记者证后,便疯狂跑到俄军队伍跟前,想要跟着他们进入战区。 奈何对方看着他手中的男士记者证,便有些傻眼,别说名字了, 连性别都对不上号。 对此,西沙尴尬一笑解释道,可能是证件太多,被公司搞错了。 俄军官仔细看了他一眼,如今这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,搞错了也情无可原。 就这样,西沙顺利坐上了俄军的坦克, 坦克小队一进入小镇,便遭到了俄军火箭炮的伏击。 在楼上埋伏的俄军围和小队见状,当今拿起狙击枪,帮助同胞反击。 两方战火一触即发,俄军坦克小队被迫停下保护平民, 一直没见过战争的年轻士兵,吓得躲在坦克后面,大汗淋漓。 21世纪,本就是和平年代,这种规模的真枪时代, 没被吓尿,他都想给自己说句棒棒的。 无奈之下,军官让士兵带着西沙几个平民, 藏在坦克一侧,让坦克掩护几人爬窗进入民房, 但好不容易爬进去,里面竟然有一队隐藏的格鲁加士兵。 俄军大汗见状,一刀子便朝着对方扎了过去, 白刀子进去红刀子输,战斗民族就是彪汉。 奈何这插刀子,可没人家火箭捅快, 既然还没看清周遭环境,一发火箭炮便朝着他们再次飞了过来, 既然当即被炮弹干云在民房之中,死得死,伤得伤。 在醒来时,西沙身在一个不知名的平民集中营中, 他爬上屋顶看着外面的断壁残垣,心情十分绝望。 瞩目此时已经一个人度过了一天一夜, 他想要快点确定儿子的安全。 此时,南澳的通讯已经全部瘫痪,电话根本打不过去, 他便试着发送视频短信。 而就在此时,西沙竟然发现了儿子传过来的视频, 看着儿子脑袋上的伤口,西沙转身便冲出了民房。 他根本无法想象,面对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战火, 他的儿子会有多么恐惧,哪怕迎着硝烟, 他也要挺到琢磨眼前。 从民房终于跑出,高出一个格鲁奇亚的狙击手, 并对准了西沙的脑袋。 好在强大的主角光环加持, 和西沙下意识的蛇行走位, 这狙击枪见愣是没打中, 而同时这一幕也被隐藏在暗中的俄军维和士兵亮仔看到。 亮仔咬牙,看着这愣头行在外面横冲直撞, 直接出手将西沙带到了自己的营地。 当初西沙从大巴上下来, 便是亮仔将这个女人送到国会大厦附近。 已经一天过去了, 看着她还在傻乎乎的往外面跑, 亮仔一时间不知道该说这女人是幸运还是不幸, 知道她要找儿子,亮仔知道劝不住, 干脆也不劝了, 待会他们要离开这里继续往里走。 她拿了一份补给交给西沙, 定住她待会一定要跟紧, 否则哪怕她有几条命也不够用。 一上车,西沙便缩在了吉普车的角落里, 这路上哪儿哪儿都是格鲁尼亚的富兵, 众人也无暇顾及她, 吉普车一边往前走, 亮仔和队员们一边左右侦查, 出发没多久, 前方便猛然落下一枚火箭弹, 狙击手当局从吉普车上, 冒头开始反击, 看着眼前的弹壳不断落下, 西沙看得那叫一个眼花缭乱, 前方的亮仔捕捉到路边的火箭炮手, 沉着地举枪将其迅速击毙, 看到前方的障碍退不能退, 还没直接下令, 让队员踩下油门, 直接加速冲过去, 到达前方一个少侠, 车队转着圈掩护亮仔下车侦查, 等到各就各位, 亮仔一个手雷扔过去, 带着队员迅速解决此地的火力, 随机再次飞身上车, 继续往前走, 奈何障碍能冲, 狙击手能杀, 那火力威猛的坦克呢, 只见亮仔丝毫不切傻, 让士兵再次踩下油门, 急速往前冲, 从容开始倒数, 等到七个数字数完, 迅速猛打方向盘, 拐入岔路, 成功躲过坦克的火力, 看得身后的西沙目瞪口呆, 随后, 亮仔再次发现九点钟方向, 有一个敌方据点, 稍后一到达, 他便立马下撤步行警戒, 等到对方一冒头便直接击毙, 看到这头有峨局, 后面的敌军箭撞, 转头就跑, 亮仔箭撞究竟带人进入民防隐蔽, 看到脑袋上血乎刺拉的敌方士兵, 不等亮仔指示, 众人便直接暴力审讯, 这里到底有多少人, 得知对方的兵力和动向, 亮仔迅速让人封锁路口, 带着西沙前进清扫火力, 看着亮仔一枪一个将外围的士兵击毙, 众人迅速缤纷两路, 大众带着一队上前面广场当诱饵, 等到对方沉不住气一冒头, 亮仔便带着另一队迅速包抄, 乃和这边突击队亮相引诱好了一番, 周到却依旧安静如鸡, 众人瞬间有些放松了, 突击队老大眼见, 看上了边上的一个红苹果, 瞬间便有些走不动路, 他这已经数不清打了多长时间,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, 看着周围也没杀人, 于是便挪动脚步, 抓住了眼前的苹果, 往衣服上蹭了一蹭, 准备往嘴里塞, 亮仔在后面看到了这一幕, 差点骂娘, 战场上吃苹果, 亏你想得出来, 事实证明, 队长不愧是队长, 预感总没错, 这苹果还没被大壮塞到嘴里, 一颗子弹直接击中了大壮, 不过, 也算是将暗中的火力都引了出来, 亮仔将大壮拖到民房里止血, 并无限电将附近的坦克叫过来帮忙, 坦克在外面清扫敌军, 众人难得有了一丝揣息的机会, 亮仔看到西沙手机里的琢磨视频, 初上安慰让他再坚持一下, 指而探出头, 往对面地方的火力点干了机枪, 给坦克引导方向, 随后, 额军坦克炮口调转, 直接一发入魂, 将附近的敌方残余的兵力给消灭个干净, 随后, 亮仔带着西沙终于到达距离琢磨最近的交战点, 这里的战况比后方更加激烈, 到处都是战火硝烟, 亮仔冒着炮火进入附近的民房一一查看, 一打开门, 便看到了无数避难的难民, 亮仔倒抽了一口气, 急速退了出来, 对方的炮弹还在往这里发射, 这样规模的袭击再持续一个小时, 这里恐怕很快就会被炸成平地, 这场战争必须快点结束, 随后, 亮仔扛着火箭炮, 怒气冲冲地直接轰离辆坦克泄愤, 转而回到营地里告知西沙, 他要留在这里战斗, 接下来的路, 他必须要一个人走, 穿过外面的那个丛林, 再走五公里左右, 就能到达卓木的所在地, 西沙亲身经历过后, 直到战争中大家都是身不由己, 闻亮仔要了一个地图, 听他仔细讲了路线之后, 便拿着地图和无线电, 朝着营地外跑了出去, 西沙一边过桥, 一边给卓木发消息, 希望卓木能再等一等他, 随后西沙马不停蹄地穿过丛林, 往卓木的方向走, 奈何中间却被一只大狗挡住了去路, 眼前这只狗朝他往往叫个不停, 西沙怕惊动附近的格鲁尼亚, 连忙蹲下和大狗商量, 你要不放我走, 我就直接抓走你那俩狗儿子, 谁知这大狗还真的听得懂人话一样, 瞬间没了声音, 西沙见状, 迅速跑了过去, 途中, 他看到了几个正在修车的格鲁尼亚军人, 吓得西沙大气不堪喘一下, 敲敲摸边躲过对方的视线, 终于来到了卓木的家门外, 奈何一抬头, 却看到了正冒着浓烟的房子, 西沙急得直接冲了进去, 找遍了整个房子后, 才在外面的草卧里, 找到已经晕倒的卓木, 卓木的脑袋被榴弹擦伤, 再加上太久没有进食, 已经进入休克状态, 为了救孩子, 西沙给他包扎之后, 情急之下, 西沙突然想到方才遇到的几个格鲁尼亚的军人, 于是他迅速调转方向, 摸到了那几个格军附近, 爬上一旁的吉普车, 便直接关上车门走人, 获得不说为母则刚, 在莫斯科, 这可是一个守无富居之力的小女人, 现在却大着胆子, 连敌军的车都敢偷来, 将琢木在副驾放好, 西沙迅速往来时的方向开去, 可开着这么一辆招摇的吉普, 注定会遇上不少磨难, 看着副驾上咽咽咽的孩子, 一撇见前方的军队, 他便迅速拐进一旁的小路, 跨过水坑, 进入丛林, 可后面的军兵对他一直穷追不舍, 西沙走投无路, 只能越走越偏, 他一边让孩子振作不要睡觉, 一边穿过狭窄的丛林缝隙, 让身后的吉普车, 成功撞上大树, 翻车掉队, 从丛林中走出来, 西沙便再次碰到了格鲁尼亚士兵的少侠, 再次管入了一旁的山坡, 无奈对方已经注意到他, 一辆装甲车迅速从哨卡方向追了过来, 只是让人心惊的是, 前方一辆坦克炮口已经对准了西沙, 危机时刻, 西沙猛然想起靓仔的那七个倒计时, 前有炮口后有追兵, 西沙一咬牙便踩下油门, 开始倒数计时, 但他七个数字数完, 当即猛打开方向盘, 成功在最后一刻躲过炮火, 便给他们来了个借刀杀人, 直接将身后的装甲车打成碎片, 无奈, 西沙还没来得及庆祝这次绝处丰盛, 还有好死不死地拐入了格鲁尼亚的装甲部队, 看着庞大的坦克数量, 西沙都想给自己点个蜡, 只能再次一咬牙蒙头往前开, 幸运的是, 此时俄方已经开始反击, 空军刚好就位, 对这个坦克基地发起袭击, 看着坦克营地交被炸成平地, 西沙在最后一刻冲出了轰炸圈, 到达桥梁附近, 可前方, 却又出现了一名提枪的敌军, 西沙盲取手称, 自己只是手无寸铁的平民, 来这只为救儿子, 就他放过自己, 那头, 士兵的长官一直大喊着开枪, 但在最后一刻, 他还是没忍心, 战争很残酷, 但平民是无辜的, 但西沙若是想活下来, 万万不能再开这个吉普车, 这是格鲁尼亚的军用车, 尽管他能躲过自己的枪口, 也逃不过其他人, 于是, 士兵宋佛送到鸡, 直接违抗军令, 将他送到了附近的俄军战区, 西沙抱着儿子一步一步往前走, 路上刚好遇到了俄军, 来支援的坦克队伍, 他护着儿子走在队伍之间, 所有人都自动为他让开了一条路, 最终, 西沙和儿子成功回到了俄军营地, 并被靓载送上来, 为莫斯科的飞机, 这部穿越火线, 是以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战争冲突, 为背景拍摄而成, 尽管格鲁吉亚军队在奥运会开幕当天的进攻十分成功, 但相比较军事实力而言, 这俨然就是在以卵机时, 可能是被西方爸爸给洗脑了, 以为自己能一战成名, 好在, 很快就被现实狠狠打脸, 俄罗斯军队从和联邦总统直接下令开战, 到各种军事准备, 只用了两个小时, 不负众望发挥出了极高的作战水平, 待进入南欧赛地的边境之后, 更是十分痛快的以牙还牙, 在西方国家还来不及做出反应的情况下, 便砍瓜切菜一般, 将格鲁吉亚打出了拿欧赛地。